水里乡新兴国小位在客家乡亲的村庄内 因此多年来配合水里乡客家协会 开设大鼓、二胡等客家特色课程 校方看到学生认真学习有成 加上最近疫情稳定安全 特别举办成果发表会 提供学生一个正式演出的难得机会 水里乡客家协会大鼓班 为新兴国小师生带来示范表演后 就开始进行学生的演出 包括大鼓以及二胡的团体演奏 校方位置更是安排评审来替各队评分 作为长时间以来 举同认真练习的奖励 我们就是从国小 四五六年级开始一直传承 带我们新兴客家机构出去的小朋友 大家对这个客家的大鼓都非常的熟悉 成果也非常好 南胡也是已经十几年了 然后每次第一次办客家的成果表演 就感谢老师们的用心 还有我们小朋友的认真 今天非常感谢就是我们客家协会的余理事长 他对于我们学校的小朋友 在进行客家大鼓这一块的文化传承的学习 非常的用心跟认真 所以呢他协同老师们 就一同为孩子办理一个客家大鼓的一个比赛 水里乡新兴国小围在陆寮坑客家庄 因此客家协会以及水里区家福中心 给予重点支持推广客家文化 除了说客语也希望借由开办大鼓班 二鼓班促进学童对于客家文化的进一步了解 当然小朋友这样的学习要特别感谢的就是家福中心 因为家福中心呢他对于偏乡孩子的关心跟照顾 真的是令人感佩 那学生呢能够在社区或者是其他的那个单位跟机构里 为我们做了很多的关怀跟准备的部分 所以我们的孩子会有很多的比较良好的学习 也可以看得到他们的自信心 许修行校长跟我们南投家福都保持很好的一个默契 所以我们家福中心也预注了每一年的讲师会 还有才艺班的这个清会 那今天也是一个才艺成果的验收 水里客家协会也指出 虽然学童在国小学到客家特殊课程 但往往在国中时 就可能因为客家学生相对较少 因此中断学习 实在很可惜 协会呼吁国中以上的学校 能够一头合作开办客家特殊课程 记者商心服水里香采访报道